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近日发表的财报不容乐观之外,其相对弱势的晶圆代工服务,IFS,以及此公司Mobileye,竟然成了所有部门里表现还算说的过去的部分。 IFS第四季度营收3.19亿美元,同比增长30%,而第四季度与纳斯达克首次亮相的Mobileye营收5.65亿美元,同比增长59%,Mobileye预计2023年的收入为22.4亿美元,增长20%,但放眼整个英特尔,日子其实并不好过。 在2022年第四季度,英特尔亏损6.61亿美元,利润率跌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,预计亏损还将延续至近年第一季度。 整个2022财年,英特尔实现收入631亿美元,同比下降20%,净利润80亿美元,同比下降60%。 为了开源截流,英特尔竟然出人意料地结束了,才推出几个月,特意针对Risk-5的Pathfinder开发工具专案。 而且,除了突然通知参与者该公司已停止该计划外,没有任何公开声明。 老观众或许都知道,就在几个月前的2022年8月,英特尔推出了Pathfinder工具,旨在通过使用行业标准工具链的统一集成开发环境IDE来加速Risk-5晶片的开发。 用户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构建Risk-5晶片,然后在FPGA上运行。 许多大型Risk-5公司都支持该计划,包括OpenHW,SI5,SC-Micro,还有Risk-5 International。 Risk-5是一个基于精简指令级,Risk原则的开源指令级架构。 与大多数指令级相比,Risk-5指令级可以自由地用于任何目的,允许任何人设计、制造和销售Risk-5晶片和软体。 即使许多人认为Risk-5缺乏软体生态系统,但Risk-5正迅速成为新的处理器标准。 很多国际巨头包括苹果等纷纷加入该行业。 从战略意义上看,英特尔应该不会完全放弃Risk-5。 实际上,英特尔近几年一直在投资Risk-5。 比如去年英特尔加入了全球开放硬体标准组织Risk-5 International。 该组织成员包括阿里云、Google、IBM、辉达、三星等。 旗下的Mobile Eye还推出了基于Risk-5的IQ Ultra晶片。 去年2月英特尔加入Risk-5 International时, IFS Risk-5生态系统支援高级总监解释了英特尔将如何为Risk-5的发展做出贡献。 其当时表示,英特尔将帮助评估目前的差距,并将贡献资源来推动。 它指的就是,Risk-5目前缺乏在X86和ARM开源指令级架构中的许多功能。 这些功能对在PC和伺服器等市场获得吸引力很重要。 在此背景之下,英特尔Pathfinder工具才得以推出。 其最初计划是X86 Exclusive对Risk-5社区发出的善意学号。 它为商业用户和异域爱好者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开发环境。 此据表明,英特尔将自己定位为Risk-5架构晶片的盟友,而不是竞争对手。 去年12月时,英特尔Risk-5 Ventures总经理还表示,保持快速的执行速度和促进生态系统协作是Pathfinder的关键要务。 而现在若访问Pathfinder官网会显示,英特尔将立即停止Pathfinder。 让人彻底无语的是,英特尔强调,由于不会提供任何额外的版本或错误修复, 现在鼓励晶片开发人员及时过渡到最能满足其开发需求的第三方Risk-5软体工具。 此消息引发了外界对英特尔Risk-5生态系统内其他投资专案运行情况的质疑。 对此,一位英特尔代表在对海外媒体TOMS Hardware的回应中表示, 终止Pathfinder的决定对英特尔代工服务IFS或Horsequake平台没有影响。 该公司仍致力于为基于X86、ARM和Risk-5三大主要指令级架构的晶片提供支援。 该代表还表示,Pathfinder是英特尔一个小团队的创新专案, 但其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员工人数。 要知道,英特尔的代工IFS服务最初可是数次强调, 其可以支援X86内核、ARM和Risk-5生态系统IP的生产, 从而为客户交付世界级的IP组合。 而Horsequake则是英特尔,利用SI5的P550处理器IP打造的Risk-5开发平台。 停止Pathfinder计划被业内认为是英特尔成本削减措施的一部分。 在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,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表示将停止对网络转换产品线的投资, 专注服务现有客户和现存产品。 事实上,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, 英特尔已经陆续关闭了包括奥腾记忆体业务在内的多个业务。 基辛格称,通过关停七项业务, 英特尔削减了超过15亿美元的支出。 此外,英特尔还会调整组织规模,裁员规模约在万人左右。 这也意味着英特尔正式加入细股裁员潮。 基辛格透露,2022年英特尔通过各种措施, 直接抵消了130亿美元的预期支出。 英特尔的目标是在2023年减少30亿美元的销售成本和运营费用, 希望在2025年前节省出80亿至100亿美元的成本。 基辛格指出,他仍在对英特尔的产品组合进行全面分析, 以在不会产生强劲回报的领域寻找其他节省成本的措施。 虽然停止Pathfinder计划可能为英特尔缓解了财务压力, 但也意味着英特尔少了与RISC-V开发人员拉近距离的方式。 一些开发人员对当初英特尔的Pathfinder计划还是赞赏有加的。 比如,该专案在RISC-V领域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势头, 将许多参与者聚集在一起, 以确保RISC-V核心、开源工具链、 作业系统和硬体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。 这本质上降低了使用RISC-V的门槛, 使晶片开发者更容易上手和快速运行, 嵌如是系统开发公司Ashlyn的执行长则遗憾地表示。 希望这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, 英特尔的其他RISC-V计划将继续下去。 目前看,英特尔的许多其他RISC-V计划还在进行中。 英特尔和RISC-VCPU设计公司SI-5不久前, 刚联合发布了Hi-5 Pro-P 550RISC-V开发版, 预计今年夏天上市。 英特尔还与巴塞罗纳超算中心BSC联合投资建设了 一个价值4.26亿美元的实验室, 为未来的ZT-Scality超算、AI加速器、 自驾车和高效能运算开发RISC-V处理器。 英特尔还准备10亿美元的基金, 来帮助其他公司在其IFS代工厂制造各种晶片, 包括X86、ARM和RISC-V设计。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, 英特尔在RISC-V的退却, 推出仅仅数月的Pathfinder草草关闭, 对于其寄予厚望的IFS晶片代工服务, 乃至未来的晶圆代工口碑,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